昨天的公告是絕對是真實的 它所有的貨款都是它自己先顛覆的 表示說超市的執行面 它是優於合約的規範 在這次的專案進口裡面 我們跟酒家業者簽訂了這些委託代辦的這些合約 那的確合約裡面 有針對所謂的代收轉付的這樣的一個條款 可是我要跟各位說明的就是 超市本身 就成為我們昨天 部長記者會所公告的 它所有的貨款都是它自己先顛覆的 表示說超市的執行面 它是優於合約的規範 那優於合約的規範 對敘事所並沒有造成任何的損失 那我再次強調 昨天的公告是絕對是真實的 是超市所有的貨款 包括雞蛋館 關稅 跟所有的這些營業稅等 都是由超市來顛覆 那次長請問一下代收轉付 對於國際貿易來說 是不是常見的一種契約的奠定方式 我想代收轉付如果說你經常在做國際貿易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清楚的了解 它是一個國際經常有的管理 那我要再次強調 在三四月間的時候其實是 全世界都缺蛋 都在搶蛋 那在搶蛋的過程中 你如果沒有先付款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讓這個蛋 能夠順利的經過包裝而出口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超市也為了我們整個的 國內的這個協助 我想九家業者都一樣 所以他們針對這種這種先付款 特別在搶蛋的過程中 由他們業者先訂款的部分 是我們昨天記者會公報的 所有的情景就是這樣子 2018年4月2日 都申請 我們皇上 isés 尼姑娘 夫 感谢观看